老公,我们的工资怎么还不发啊? 唉,我也不知道啊,厂里说资金链断了,一直工资发不下来,公司好几个好几个那个啥同事都走了,已经去做别的工作了,我这也没办法啊。 那你说,咱们这生活都需要钱了,怎么办啊这? 唉,是啊老婆,这小孩子要上学,这也是一笔钱,我弟弟呢又要盖房子,结婚用,女方那边也费得及,也要一笔钱,你说说,老婆,要不这样吧,我准备处理打工。 老婆,那出去打工,环境都不好,挺累的。 唉,老婆,这不是也是没办法了,而且出去打工,挣的钱也多一点,我也能给你们存一点钱,你说是不是? 毕竟咱家这条件,现在也麻不出那么多钱。 好吧,那只能这样了。 行吧老婆,我先去收拾收拾。 喂老婆,老公怎么了? 我到这儿了,你不用担心我了,我这边挺好的。 那你在那边还习惯吗? 还行,没事老婆,我这边自己会照顾自己的,你照顾好家里人就行了。 嗯,肯定的。 嗯,行,那老婆,你不用担心了,我先工作了。 好。 嗯,拜拜。 拜拜。 喂老婆。 怎么了? 这都快过年了,你什么时候回来呀? 老婆,我不准备回去了,因为车费太贵了,我想省点钱,给你打过去。 老婆,这可是过年呀,和家团圆的日子,你不回来怎么行呢? 老婆,我没想回去了,但是在那边没钱了,我想多挣点钱。 工友们都回去了,我就想着他们回去,我在这儿多挣点钱,给我们加班费。 那行吧老公。 没事,你不用担心我,我先忙了,挂了。 嗯。 这过年也不回来,要不然,我去看看他们。 老婆。 老婆。 老婆,你怎么来了? 老婆,你怎么来了? 你怎么一直咳嗽呢老婆? 我,我没事,就是有点不舒服。 不舒服你也不说? 幸亏呀,我来看看你。 你过年不回家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呀? 老婆。 老婆,对不起,我骗了你。 老婆,你怎么这么傻呢? 生了病了还不告诉我,自己瞒着。 走吧,我带你去看病去。 老婆,去医院挺贵的,我还是省钱给你打过去吧,别去医院了。 我就喝点热水睡着就好了应该。 老婆,你这身体要是垮了,还怎么照顾咱们一个家人呢? 走吧,老婆,你真好。 眼泪被岁月斩抛 这条路上的你我他